哈利路亚不要的掌声归给神 我们做祝福的宣言愿你平安 也是救活世界的宣教士 以招子的祝福在二三七时代 恢复万民圣徒吧 感谢如此恩典的赞美 真的唯有主的话语能够是世上的光 拿着这个话语 我们要走在这世上 正念如此 今天我们聚在此地 参加礼拜的各位 愿你们能够得到最珍贵的祝福礼拜 是神明道神的话语 用主的名祝愿各位 现在我们一直不断看的是 这是生命祭内容 那么生命祭是 以色列百姓在进入迦南地之前 神对以色列百姓 让他们去准备一切 是这样的一个时间 为什么神让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之前 让他们做准备呢 拿着现在为止的人生流向 没有办法胜过迦南地 拿着现在人生所过的这些流程 是没有办法不得不败亡 没有办法成就神的旨意 真因如此 神给我们崭新的方法 要拿着这个方法去过人生 所以就是生命祭当中不断给我们所传达的内容 那么按照神的方法要去前行的 我们首先要去享受这一部分 而且要把这一事实刻印给我们的后代 这就是生命祭告诉我们的话语内容 在这其中呢 我们上一周看了生命祭17章 说要让树立王 今天我们的本文18章18节说要树立先知 要树立祭司长是这样的内容 王先知祭司长 这三个职份合在一起 把它叫做弥赛亚 那么拿着这三个职份合在一起 叫做基督 这三个职份 是我们常常要去享受 也要传达给我们后代的 是分明要去教导的部分 所以各位重要的就是 基督是真王 是真基督长 是真先知而来 而且因着基督已经得罪的我和各位呢 神赐给我们王旨 赐给我们先知的权柄 也赐给我们基督长信的权利 我们知道这一事实 要去享受这一部分 在我们的后代进入别的之前 世上必定能够去胜利的就是王权 基督长的权利 还有先知的权利 是已经赐给了你 我们分明要传达给后代这一部分 上一周我们去查看的内容 一样就是 首先呢 以色列百姓 话语告诉他们说 要树立王 我们的真王就是基督那一位而已 人们都不知道而已 分明拥有这世上有的看不见的凶恶 撒旦 撒旦所使唤的灵就是这些小鬼小仙 但是人们大部分都不知道 他们不知道魔鬼撒旦鬼神 甚至于去教会的人 他们虽然知道 其实事实上 因为我们人的眼睛看不见 但是现在也依然让人灭亡的撒旦 魔鬼鬼神的做工 人们都不知道 虽然他们说知道 但是却并不清楚 人死了之后能成为鬼吗 我们父母离世之后成为鬼吗 这不是的对吧 而且在家里面做祭祀拜祭的话 就是拜祖先到父母会来吗 不是的 结果就是这些鬼神来 只是这鬼神带着父母的样子来而已 这完全就是魔鬼撒旦 他本是骗人的 所以就欺骗人类 实际上鬼神的存在 是在渡落之前本是天使 但是不顺从神的话语 结果是希望的撒旦变为让人完全败坏 他本是渡落的天使 其实话也告诉我们这样的内容 撒旦所使唤的灵就是鬼神 有能够使唤鬼神的这些巫术人 我们在现场当中已经确认了这些巫术人士是怎么样的生活 通过各样的广播台啊电视啊都能知道这样的内容 假如说使唤鬼的这些巫术人士 但是如果他们把接神认为很幸福的话 那么每个人都愿意去接神对吧 但是他们在跟着神所有的所谓的鬼神有接触之前 他们都是拼命的挣扎 不愿去接这些鬼神在自己身上 但是太痛苦没有办法 然后只能去接待这些鬼神 他们认为这是自己的命运 所以去接这些鬼神在自己身上 实际上被鬼所复 他们没有办法过正常性的生活 有一次在现场传道的时候 然后有要跟自己见面的 然后去了一个地方 然后去了一个树林子 他是为了传道嘛 当然要去这样的地方 就想着要去传福音 你要跟这个人去讲这样的内容 所以他就跟一个人说这样的话 然后这个大妈说自己有疾病 但是去医院检查却没有什么病名 所以找这些做巫术的人 然后就是跟自己生活很接近的 就是这些算命的做巫术的呀 所以去找这些做巫术的人 然后做巫术的人跟他说你要接待鬼神 不是说没有病的无病 而是说要去接待鬼神的这种病叫做无病 然后说自己要去接待这些鬼神 然后跟他们有了讲福音的一个内容 其实很多的时候这些做算命的做巫术的人 他们如果说接待这个鬼神的话很幸福的话 那谁都愿意接待对吧 但是其实不是的 实际上忽使唤这些鬼神的巫术人呢 他们没有办法过正常生活 在痛苦当中 我们不会看到很多这样的现场事实 眼睛看不见的这属灵的黑暗撒旦 这凶暮的撒旦也让人们全部在败亡 是眼睛看不见的 没有办法能够消除的 所以神派遣了基督以真王完全击枯了撒旦的头 约翰一书三章八节 神的儿子写出来就是为了除灭魔鬼的作为 这魔鬼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不管怎么样都是为了让人在纷争当中 不管怎么样都是做挑拨离间 所以这个时代是怎么样的 人们聚在一起就会纷争 家里人住在一起也是做离间 纷争所有的共同体 没有办法成为共同体一样 为什么这样 因为希望的撒旦在里面兴风作浪 让人互相能够被离间 然后纷争结果败亡 我们可以看到撒旦带给我们来的就是这样的结果 耶稣分离拥有可以赶鬼的权势 拥有真王的权柄而来 而且相信耶稣基督的我和各位 拥有了能够击凶恶撒旦鬼神的惊人权柄 善者我们也看了这样的话语 赐给我们的祝福是什么的祝福呢 是能够救活二三七如同王的传道者 神树立我和各位呼召我们为这样的存在 今天我们看本文中说的是 这祝福的祝福的祝福的祝福 这世上很多的人都在诅咒灾阳当中陷入 而且这诅咒灾阳不断的在持续 能够解决这问题的祝福是我们的必须 但是拿着人做祭祀长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需要真正的祭祀长 所以我们的耶稣以真祭祀长而来 最后在加略山十字架上面 约翰福一十九条三十几的话语一样都成了 人因着离开神的罪 这罪的代价就是死亡就是死去 所以无论是谁因着罪而来的死与死亡 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神派遣基督给我们 让基督代替我们在十字架 正因如此我们所有的罪 而且因着罪来的诅咒与灾阳这些问题 因着真祭祀长基督全部都结束了 所以就要都成了 基督都成就的这些祝福 我和各位在这祝福当中 假如说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对吧 是 这是向着我们都成就的基督 让我们去体验这基督的能力的时间开始 所以我们的问题呢 就是开始什么样的开始呢 是真的去体验基督是一切问题解决者的开始 很多的人在现场当中 活得非常没有力量 某一方面来说的话 在这世上 他们去到这世上以前已经没有任何的力量 完全是一个败价的样子去到这现场 为什么会这样啊 因为全部在罪的权势上被压迫 不是罪是罪有权势对吧 是有力量的 完全被这罪的权势所压迫 活着的日子就是在负罪感当中前行 所以没有任何的力量 没有办法刚强壮胆 真的愿各位分明要确信 我们无论任何样的问题已经 因着基督全部都成了 都已经结束了 这真正的祭司长 基督现在与我们同在 所以我们在这世上过人生 就像我们长老祷告一样 话语是我们人生的里程碑 作为神的儿女要过神的人生 所以神赐给我们话语成为我们的里程碑 持续这话语 如果去祷告的话 我们的心与想法就每天能够更新 每天能够得力量 问题是什么呢? 很多的人他们的心与想法 已经完全是一个倒塌的状态 为什么倒塌了呢? 因为我们的灵魂里面没有神的话语 因为如此所以心怀意念完全倒塌 不仅倒塌了 倒塌的状态被撒旦所掌控 结果人生就失败了 赐给我们话语的真先知 于我和各位 现在也在赐着我和各位话语 当我们里受这话语 稍微持续话语去祷告的时候 每天就会得心力 持续话语祷告的时候 我们的心怀意念 就会得到神所赐的力量 所有的想法与判断当中的基准 就会没有办法不得 不变为神献上荣耀的祝福 写明出来对吧 你们常常听到这样内容 对吧 你们的心怀意念都会传达给大脑 那这个大脑向灵魂会刻意 然后现在灵魂刻意的这部分 不仅结束 会与宝座相连 所以如果心怀里面有话语怀抱的时候 你们的人生岁月当中 被敌会享受与宝座相连的祝福 就会成就神的夺诊书这样的祝福 这今年的祝福 因着先知基督已经赐给我们了 所以我们在看这世上的时候 分明会发现 世上不需要别的 真王真祭司长真先知 唯独只需要这一点 旧约时代我们看历史当中 给了我们很多的王给了我们的很多 祭司长也给了我们很多先知 但是呢 是人当王当祭司长当先知 有不安全性不安定性 所以神给了我们完全的祭司长 完全的王完全的先知 这一位就是基督 他的名字叫做耶稣 现在你们每当看现场的时候 你们要看三个部分就可以 真王 真祭司长 真先知 是需要这三个指纹的现场 我们只是没有享受而已 当我们真的打开眼目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虚偶的撒旦 掌控着一切的人 所以是世上的王 世上的神 优秀的王可能能够胜过看得见的仇敌 但是人真正的问题是被看不见的 熊和撒旦所挟持 但是这些王没有办法解决 我们可以看历史上有很多卓越的王 但是这些王 他们反而去担当了撒旦所做的恶事 是什么呢 就是再怎么优秀的王 再怎么优秀的总统出现 他们没有办法去解决 眼睛看见的仇敌撒旦 所以现场需要真正的王 现场的诅咒与灾秧不断的在持续 这诅咒灾秧能够解决的只有那一位 所以我们需要争计思长 无论是谁没有办法与神见面 所以现场需要争先知基督 能够一起担当这三个职份的就是基督 是基督里面的祝福与奥美 当我们正确知道去享受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救活世上现场 这是我们的答案 拿别的是没有办法救活的 拿着别的没有办法救活是世界的 唯独王真王真基督长真先知 拿着这个权柄的基督能够救活这世界 所以就是最近这如此的一点 我们能看到生命记当中 本文当中讲的先知的内容 先知是见证神话语的权柄 是担当神话语 这本事就是祝福 所以能够见证神话语的这个祝福 就是先知的祝福 所以我们本论第一点 首先去看一下先知的祝福 这是生命记整体内容 今天我们读的内容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特别是生命记 会树立一位先知像我 就是要树立这位先知是谁呢 就是耶稣基督 摩西是先知的先知 所以然后说你们要听从他 这是你人生成功的道路啊 我们要听什么 我们要听什么样的话过人生呢 在这世上有各样那样的纠结 有很多这样的理论 但是呢 结果跟随这个的话就会失败 我们唯独要听谁的话 唯独听基督的话 唯独跟随基督去听基督的话才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世上的真王 真希自长 真先知 就是唯独基督那一位 耶稣担当了如同摩西一样的先知 而且让我们没有必要再去献祭 已经结束了一切的问题的真希自长 旧约时代的时候 每次来到神面前都要去献祭 代替我们的罪要抓羊去流血 来到神的面前所的献祭 就是旧约时代当中 每次来到神面前 不能随便来到神面前 都要献上这样的祭祭 来到神的面前 但是呢 基督来了 为了我们所有的罪 在十字架流宝血 正因如此 我们所有的罪 已经被他所担当 我们没有必要再去献这些祭 成为完全的祭祀长 让我们能够被引导在神 完全祝福恩典的位置上 所以我们在这世上 过人生没有必要再去献祭 我们只需要基督这名字就可以 所以在希伯来福九章十二的话语说什么 能用自己的血这一次进入圣所 成了永远赎罪的事 能用自己的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 我们没有必要再去献祭 已经解决我们一切完全罪的问题 就是基督祭祀长 而且没有必要再去戴王冠 而且没有必要再去动员兵兵 但是他却服侍一切的人 成为了真王 这一位王是谁呢就是基督 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也一样 我们的耶稣呢 其实摩西代表的预表的就是耶稣 但是现在让我们要怎么样做呢 耶稣是我们每天要去吃的马拿 就是要跟随话语的意思 为了我们实在实在又复活的耶稣 现在也赐给我们生命的话语 那么如此看来的话 耶稣本身就是我们每天每天要去吃的生命的马拿 是生命马拿的耶稣基督 每天都给我们话语 所以不管谁说什么 我们每一天常常要去听神的话语 不断的去在神面前 在神的话语面前 每天真的在生活当中要去听神的话语 要去想神的话语 你们天天都吃饭对吧 就像这样 生命的粮 马拿 我们每天要去吃要去听 这就是听话语跟随话语的意思 现在不断的跟大家说的内容一样 每次听话语的时候 你拿这个话语不要随便听 要听的话你没有办法都背下来是吧 那么这个话语当中 哪怕是一句话一个单词要去整理出来 拿着主日的这些 然后能够去默想能够去编辑的程度 那么这样的时候会变得怎么样呢 结果我们就会跟随话语 在这里面对于问题我们就会看到答案 然后你们的未来也会显明 所以对于相信的圣徒 他们没有必要去找这些算命的 只要跟随话语就可以了 只要持定生命的话语 我们就能够看到人生的未来 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们要持定神的话语 以生命的程度 不断的要去听话要去思考 而且你们也不要在现场当中说别的 在进入现场的时候 唯独只说这生命的话语 不要说这些属人的话 唯独要说生命的话语 而且不断的要去听 要去思考 担当神话语这个是非常珍贵的祝福 我们看一下今天本文的十八节 我必在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相女 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 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 我要把我的话放在他的口中 而且他所说的一切都要清成就 不断的听话语去想话语的时候呢 不要说人的话 唯独说基督的时候 唯独唯独去听 去说我们听到的话语 神就会通过我们这些话语去成就 我们就会看到这些成就的祝福 所以一周当中我们在整理信息当中 真的是哪怕一句话一个单词 一定要整理出来 我们旨在宣告神话语的时候 会赐给我们什么样的祝福呢 已经通过这月当中的先知 我们都看到这样的部分 在列王纪上十八章 二十到四十节当中 我们有看到是以利亚先知 那么以利亚先知他所活动的这个时代 是以色列百姓最受困难的一个时代 为什么他们在困难当中呢 不是别的 而是属灵的 偶像的这些问题 所以他们面临最艰难最困难 就是以利亚时代所活的这个时代 以色列的王就是亚哈王 那么王妃是耶西别 不是亚哈国的王是王 而是说以色列百姓的名字叫做亚哈王 然后他的 夫人王后就是耶西别 但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王宫当中 本应该是神的以色列百姓 却丢弃了耶和华神 去除世拜巴利先知的这些八百五十名假先知 完全在王宫当中充满 就是完全堕落的一个时代 多么凶恶的时代呢 亚哈王 甚至于不听任何人的言语 还有更加凶恶的妇人就是王后耶西别 但是当时以利亚先知拿着神的话语 在加密山与八百五十名假先知 吸神的真先知以利亚一个人 与这八百五十名拜巴利的假先知对决 就像你们知道内容 因着以利亚的祷告天上的火降在这世上 结果因着祷告阴云在属灵争战当中胜利 这结果怎么样了呢 在网记上十八章三十九节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告白说耶和华就是神 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告白说耶和华是神 甚至于两次的告白说耶和华就是神 因为一个正确的先知被树立 拿着神的话语的先知被树立 所有的偶像全部倒塌 所有的百姓都能够告白耶和华是神 耶和华是神 能够见证神的精人事工就兴起了 而且追随以利亚先知的先知以利亚呢 是在帝王记下六章八到二十三节的内容 实际上以利亚先知 她是能够指导救活这个国家 能够树立这个国家的方法 就是树立更多指导神的施工者 所以以利沙也在这样的艰难状况下不断的 为了树立正确的门徒 所以开始做先知学校去再多坦诚 但是当时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亚南国派了军师过来 不断的来攻击以色列百姓 但是以色列百姓一次都没有输过 为什么会这样呢 知道吗 亚南国的王 他是说 我里面有什么内奸吗 为什么我们每次去攻击的时候 以色列百姓就预先知的 让我们每一次都战争失败呢 当时他的陈谱有一个人跟王说 王啊 不是我们里面有什么间谍 而是以色列百姓有以色列先知 以利沙先知 哪怕是王在你的内情当中所说的话 这位先知都知道 是神让以利沙知道的 对吧 因为以利沙先知 结果亚南王非常生气来去抓以利沙 在多坦诚的时候 结果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多坦诚被很多的亚南国所包围 但是他们却有了不战而胜的征战 只因为以利沙先知一个人在多坦诚 有了不战而胜的征战 掀起了这样祝福的做工 一个人担当神话的那一个人 正确的树立的时候 那么通过这一个人能得到祝福英语是什么呢 我们话也告诉我们这一点 以色列百姓完全面临灭亡 在以色列亚书6章23节说什么呢 以色列亚书6章23节会更加败亡 当时神树立以色列亚先知给了重要的答案 以色列亚7章14节说 主会被亲自给你个兆头 童女怀孕生子给他取名叫以马内利 通过以色列亚先知 真的能够让以色列百姓从巴比伦 神俘虏当中恢复出来的 先知是什么呢 把这个话放在他的口里面 听这个话的时候一定会成就 担当神话语的人 祝福是什么样的程度呢 话语告诉我们这样的奥秘 耶稣在来这之前 有最后一个先知 这先知是谁呢 就是施洗约翰 这施洗约翰虽然不是光 但是他是见证光的先知 所以在约翰福音当中说 真正的光就是基督的光 凡基地他有信他的名字 就赐给他们做生儿女的身份 权柄 他是完全传达光的先知 所以约翰不断的去宣告着光 然后说能够除去这世上的罪恶就是羔羊 那么这样的宣告的施洗约翰得到什么样的祝福呢 耶稣亲自说 他是妇人所生当中最大的最后的一个先知 约翰 他是妇人所生当中的最大的一个 我为什么跟大家讲的这么长呢 真的是持定话语就是你们的祝福 你们要明白这一点 当持定神的话语的时候 就是让我们能够立稳 让我们能够哼通 也许你们的生活当中有无法理解的问题 不断的发生吗 愿你们持定话语 进入神的话语当中吧 当你们持定神话语的时候 这个话语就让你们生活立稳 让你们现在生活都能够哼通 历代之下二十章二十节 有这样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我们看中间的部分的时候说 历代之下说 信耶和华你的神 你们就必立稳 必哼通 你要信奈他们的先知 他会让你们能够哼通 是什么意思呢 讲台的话语 我们持定为神的话语 过人生的时候 我们的生活就能够立稳 我们的生活当中哪怕有再多的问题 但是这里面就有神所赐的亨通 我们享受这样的祝福 现在其实此刻 如果你们听话语 喜乐 幸福那么你们人生就是成功的人生 一定会成功的 如果说听话让人很讨厌 那你们的结果 人生真的非常抱歉 就是失败是败亡的 当你们能够听到话语 能够幸福能够喜乐的话 他们这个人的未来 他的人生就是成功的 为什么呀 因为神让他能够立稳 让他能够哼通 或许每次在里说话语的时候 有的时候觉得让我有负担 能够有负担的是你真的听懂话语了 有的时候说阿神 为什么通过牧师说这个话语 这话语可能让我觉得是心里疼痛的 这本身就是说你能够听懂话语 不管是让你有负担或者疼痛 能够听得懂话语的这个本身 就是你们在走成功的路 结果神会让你们每个人能够立我 能够哼通 会引导你们在祝福之中 所以礼拜的时候听话语的时间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们这个时间一定要做准备 不要随便只是出入教会 要知道这是礼受一周成就的话语 所以在所有一切听话语的这些部分 你把这些妨碍全部要去除去一个小时里面 集中神的话语能够去持地 能够在这个祝福当中被神所完全包围 用愿主赐给你们这样的祝福 祝愿各位 今天我们所读的本文内容 在以赛亚书40章当中也有说 神的话是有能力的 这是必定会成就的意思 今天本文内容 我们看一下18的22节 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 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应 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 是那先知擅自说的 你不要怕他 一定会有成就也会有效应 这就是神的话语 如果神的话语就必定会这样 但是没有成就没有效应的话 那就什么呀 如果神的话语是神的 那么就一定会成就一定会有效应的 通过讲台你们所持人的话语 在现场成就效应 愿你们能够去确认 而且拿到这成就话语 让这些话语一定要留在现场当中 以西节书47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圣经里面所出来的这些河水 留在现场的时候都能够让一切合过来 圣经里面所流出来的河水 让没有任何的用处的树木 都能够变为药草 而进入的一切地方 都能够让现场的活过来 这珍贵的祝福是已经赐给我们了 所以通过我和各位当我们群里这样的话语的时候 把这生命的话语能够去进入现场 留到现场 那我们为此而去祷告 那么通过你们所有的现场 都能够兴起活过来的祝福 这就叫做马可龙 我所领受的话语能够去通过我流淌到现场 那么随着现场都能够活过来 这就叫马可龙 在我所祷告的部分当中呢 就是我们教会的十个祷告题目当中 我所想的部分 就跟大家一直不断的分享 真的应该讲他的话语 所有的一切人们的所有的现场 所有的圣徒都能够得到答案 都能够胜利 能够享受这成就的祝福 我们就不断的为这个祷告了对吧 真的我们把话语流淌到现场的时候 现场能够活过来 这神所赐的祝福 用主的名祝愿各位 能够每天享受这恩典的祝福 在话语流淌的现场 本论第二点 永远的先知 唯独耶稣基督那一位 现在我们要以基督为中心 神已经通过基督全部都赐给我们了 所以圣经66卷书没有说别的 唯独在说基督 特别是所有的一切问题的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基督 那么我和各位呢 当然要相信神的话语 要完全照着话语的样子接待话语 对吧 在最后能够发生什么的事情呢 提问他后书四章当中给我们的预言 就是人必厌烦 纯正的话语 就提问他后书四章四集当中有这样的内容 人们怎么样呢 他们跟随这些虚妄的 他们离开真理 偏向荒谬的言语 这是现在的时代 他们有很多的老师 要让这些老师能够填满自己的私欲 因为这些老师是这样的教导 然后让他们能够违背真理 反而更向荒谬的言语 神的百姓应该听神的话语才行 但是他却反而不听真理 偏向荒谬的言语 就是最后的时代 凶悟的撒旦这样的诱惑我们 那么该怎么办呢 我们与撒旦争战能够胜利了吗 就是除了神的话语之外 没有别的让我们能够去撒旦争战胜利 因着迷信偶像 让我们在这被迷惑的现场 本应得神遗产的我们能够胜利的 我们是围堵他的神的话语才能够胜利 所以各位在听话语的时候 不要随便的听 赐给我们约定那一位是神 为什么赐给我们约定呢 因为这个约定是神会去成就 所以赐给我们约定 当我们领受这个话语的时候 神通过我要去成就啊 拿着这样的确信去领受神的话语 那么无论在任何人在现场 你们去传达这个话语的时候 实际上是神赐给我的 为了让我去成就 所以神现在也在跟我讲话语 我们在这样的确信当中要去捐告神的话语 不是随便的传话语 如果是随便的传和把这个话语当作是神所传的 神要去传的 神要去确立的去明白去这样的状态下 宣告的时候天地差别的 真的我们在现场宣告的话语的时候 拿着神给的话语是神要去成就的话语 在现在去做的时候 神必定会在现在去成就 拿着这样的确信要站在这里面才可以 就是我们知道所有的先知的结论就是基督这一位先知 约二福音师四章六节的话语说 我的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哪里去 成为真先知的基督 唯有通过他能够与神见面 唯有通过他才能够被神呼召 那么这位基督呢在约二福音十四章九节说 看到我的就是看到父的 基督的本身耶稣本身就是神 是这样的意思 他给我们派遣圣灵 让我们在这世上现场能够胜利完美引导我们 在约二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 十六节到二十六节的一种 真正的道路 真理生命就是耶稣基督 他就是神 他给我们派遣圣灵 现在其实此刻也在引导着我们 在做着先知的功 所以我们在这世上的现场能够胜利 让我们能够正确被引导 所以给我们派遣了基督 在西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节有这样的内容 在耶稣去世的那一瞬间 慢子自动从上面裂开 为什么呢 无论是谁 都因着耶稣基督那一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打开了这样的门 慢子从上到下完全撕裂 无论是谁 现在开始都可以因着基督那一名成为基督的那一位 可以亲自来到神的面前 以前的时候 人如果自己来到神的面前 在旧约时代就会死的 必须要是基司长代替 你们去担当罪的这些羊 拿着这个羊 基司长代替你进入圣所里面 不能随便进入的 但是现在怎么样呢 成为基督的基督 因为他与我同在 在我里面 随我们因着基督之名 就能够 但大胆刚强来到神的面前 而且耶稣又成为又活又新的路 所以我和各位本来不能来到神的面前 但是耶稣击溃了阻拦的强盈 但是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不幸者都不知道为自己 为什么自己败亡活在这里面 但是神通过我们 让我们告诉这些人 可以启示给他们活路 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 世上的人不知道自己怎么样 拜王却已经在拜王当中 特别是很多的人 他们没有办法遇到神在陷入死亡 能够与神定量这个道路 通过我和各位能够去 启示给他们 神赐给我们这条惊人的祝福 所以 能够把我们这些部分 重要的包含在一起的一个圣经句 就是彼得前十五二章九节 我们一起来诵读一下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 那招你们出黑暗 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阿们 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现场 我们可以树立别人 救活别人 如同君尊的祭司 我们是有这样祝福的存在 人来到神的面前 能够去启示给他们的路 神呼召我和各位 如同王一样的祭司 本生活在罪于灾殃当中 但是能够解决这罪于灾殃 能够给他们答案 给他们启示路的 就是我和各位被呼召为君尊的祭司 你们在现场当中 要确认这一事实 战友就跟大家分享过这样的内容 神赐给我们的权柄 我们要去使用 我们去享受 赐给我们的金人的身份 你们在现场当中要去享受 当你们去享受传达的时候 我们就会知道王先知基长 这些祝福在我们里面 我们觉得重要我和各位在此其中 能够享受胜利 我们做话语的总结 在所有的现场当中 各位真的要以神的能力 神的光要去祷告 神的光与神的能力领导 你们所听录的所有场所 因为你们神的能力 神的光能够领导 愿你们做这样的祷告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神赐给我们的祝福 王先知基长 今年的祝福 神已经赐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去享受 光神的力量 所以赐给我们这样的职份 基斯长的支派是立位支派 那么立位支派呢 他们每一个支派当中都有立位支派 所以以色列百姓有艰难困难的时候 他们马上去找立位支派 能够被引导 能够解决最困难 所以每个支派 离他们最近的一个支派 就是立位支派 所以你们在现场当中 应该你们能够得珍贵的答案 有神已经预备的属神的百姓 所以如果我们错失这样的人的话 就是错失重要的云女祝福了 为什么 因为神让我们成为立位支派 成为传道者 今天在走向死亡的人 也愿通过你们去给答案 你们如果没有想到这样的祝福的话 那么你们真的就是 所以各位真的不要错过现场 在这段时候跟大家做了报告 对吧 我们的长老还有教母人员 还有做媒体和这些各样影像的小组 我们去了首尔的业院教会 然后看了这个教会很多的各样体系之后 就想到了业院教会拥有了 没有办法不得不超过万名圣徒的这样的祝福 因为他们有现场的体系 当然也有这些教母人做的很好的这一部分 然后圣徒呢成为一体能够去做侍奉 这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所有的圣徒不管怎么样 都想要在现场去开启马可楼运动 开启地教会运动 他们一周当中在现场的这些体系是2800多个 我们教会说要恢复万名圣徒对吧 当然神给我们恩典的话 不管怎么都会能够成就 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呢 在恢复万名圣徒之前 所有的现场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不得不征服现场的体系要去具备 或许你们作为在一个家庭里面是个不信者的家庭 然后在不信者的状态下来到教会 能够来到教会这个过程并不简单对吧 能够从这样的家庭当中来到教会这个脚步 不是非常荣誉的事情 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呢 如果你在现场有教会 有现场马可楼这样的祝福就可以了 我们在现场的话 无论是谁可以随便要求来这个地方 如果让他来教会的话就很难了 但是在现场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周围边的人一个个的去邀请 在现场然后可以去听话语 让他得答案 然后在现场能够被养育最后成为教会话 我们教会初期也是因为有马可楼这样的话运动 教会的整体氛围真的不一样 就是我们所有的教会的圣徒都是有话语马可楼现场 当时的教模人员的办公室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记录 所有的圣徒都能够临到神的国神的光 在他们所有的场所能够临到神的国神的光 兴起这样话语马可楼的现场 但现在怎么样呢 这一次去完这个教会之后回来的时候 然后对我们教会教模人员做聚会的时候 我们真的应该恢复 在做万民圣徒之前 我们真的要准备 万民圣徒能够来的七米 所以我们要恢复马可楼 好像我是在拐着弯说一样 其实真的是要告诉你们要恢复马可楼 这是神的能力神的光临到的现场啊 所以从我们的种植者开始 但是我们的教模人员更加要打前锋 在那圣徒去现场做马可楼之前的话 我们的教模人员首先你们要开始做马可楼 而且我们的种植者应该在现场被引导 能够去做马可楼 那么某一瞬间 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教会的圣徒 有的时候是通过马可楼来的对吧 有一个教会的人 他跟我说什么 他说的牧师你们再赶我走我都不走 他本是通过马可楼这样的现场来到我们教会 但是某一天我们教会 现在已经不再做马可楼了 周三礼拜的时候我们的金牧师说 我们的后代现在长大的这些后代 他们对于马可楼的精神有能够知晓吗 听到这样的部分的时候 我觉得真的很亏欠 这是我们当然的这是我们的良心对吧 真的你们要通过你们在你们的现场享受神的光 神的能力 如果我们真的无视 就是亲看真的愿你们要去做真的悔改 现场所兴起的生命运动 能够改变教会的氛围为止 这样的程度这才是万名圣徒 如果现场不能兴起生命运动 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自己吃好喝好 做这样那样的活动 就会陷入这里面 真正重要的就是如果真正确的兴起生命运动的话 那么没有这些时间做这些事情的 你们刚刚出生的孩子 孩子喂他喂奶呀 换尿不湿 24小时被这个事情所捆的对吧 因为是生命啊 这祝福的做工生命的做工 如果不在教会里面兴起 所以真的我们要恢复现场 现在在现场要做的生命运动 能够改变教会的属联氛围为止 我们要恢复这一事实 这是今天赐给我们的珍贵祝福 神赐给我们不仅是因着基督而来的王祭司长先生的祝福 而现在基督已经赐给我们同样的祝福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场要通过你们领导神的能力 要通过你们能够领导神的光 当你们成立话语前行的时候 就像今天本文所说的内容一样 神必定会赐给你们神的话语 神会赐给你们的现场成就的话语 在现场的话语得力量的时候 我们在主听礼拜再继续整理话语 然后又去拿着又珍贵的话语去现场 当你们这样的事工去形成的时候 神对这教会的话语会更加旺盛 能够成为力量救活这个地区 绰绰有余得到这样珍贵营允的祝福 我们看一下初代教会的 整体的种植的全部兴起来开展化运动 所以神的道大大兴旺能够继续上也信了 今天周霸当中有之前从来没有的广告内容 是对于训练教材的这些内容 希望大家去购买 这不是随便的一个新闻 今天的礼拜时间稍微有点长 最后跟大家说一点 我们在马可楼运动当中呢 每个地区有传道神学校来着 但是传道神学院在后来变为了集中训练 本来是做的很好的传道神学院 但是却变过了集中神学院 花了三年的时间改变为集中神学院 这什么意思呢 是为了恢复现场的意思 因为集中训练能够进行 因为集中训练能够进行 但是因为新冠肺炎 现在这些集中训练 现在也没有办法进行 现在我们一起去持定的这个单词 就是二三七五千种族 而且是有七十门徒 七十地区 七十现场 这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恢复现场的意思 二三七五千种族说的是现场 七十门徒 七十地区也是现场 所以现在的信息在跟我们讲什么呢 如果你说训练流向的话 你们都知道 周二训练现在在讲福音信 而且以生命新生活 在新家族训练当中要去拿着这个部分做教材 这是在说什么 是让我们恢复现场的意思 韩国教会 的答案就是通过你们得话语的力量 得答案能够恢复现场 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别的答案 无门献答是什么样呢 是我们教会做的一个训练 就是所有的问题答案都在现场 我们会一直不断的去做这样的训练 通过教材现场的这些信息来做训练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去买这些教材 如果说买教材的话 让你们觉得有负担的话 那你们真的按地区一起购买这些 这些教材 无门献答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所有的问题都在现场 就是这样的训练题材 真的我们错失了现场 所以才会这样 我们一起祷告 真的 让我们能够享受神 赐给的真伪祝福 在现场去恢复这真伪的祝福 愿神让每位圣徒都能够恢复 成为我们的王先知祭祀长 让我们能够在现场去使用这些职份 愿所有的圣徒能够被神所做工 祝福福的主耶稣基督之名祷告阿门 现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十五法言语的大阿圣灵能做工 拥有真正具的基督的传道者 在现场当中能够担当神的做工 愿意在这样担当上主的仆人 请向他们头上他的子女产业 还有所有的地教会宣教地 现场做礼拜的一切现场 与我们教会的头上 从今至到永远常常统在阿门